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10月8日2024年 也是24節氣寒露的節氣 這是第17個節氣 意味著深秋來到 天氣會明顯地轉涼 特別是早上晚間的時間 氣溫相差比較大 日短夜長這個轉變更明顯 中醫認為秋氣是煮醋 秋醋表示你的金氣黃 金是黑木 乾氣鬱結就容易產生悶悶不樂的情緒 廢醋會唏噓 會令整個人覺得很低落 沒什麼活力 又憂慮又憂鬱 以及會失眠健忘的情況 亦容易出現咳嗽 脂氣管炎 皮膚乾燥 喉嚨又癢又癢又乾 這些症狀都是很明顯的 過了秋分之後 其實氣溫已經開始下降 在寒露就更加明顯 早晚溫差很大 所以一定要注意保暖 避免感冒 我們可以從飲食方面 多喝點滋陰醋的湯水 減少吃辛辣發散的食物 生活作息方面 就要早睡早起了 同時適當的運動 可以放鬆我們的心情 去改善秋醋對我們的影響 大家都知道病從口入 所以養生一定要注意飲食方面 在寒露的時候 我們既吃辛辣 是醋熱的食物 好像薑、蔥、蒜、韭菜、辣椒 避免我們分泌的瓶液不足夠 那就會遵規 醋熱 而令身體更加乾 同時要少用這些 支吏的難消化的 滋陰藥材或者食材 避免影響我們的 脾胃運化 中醫養生就認為 春夏養羊 秋冬要養陰 秋冬就是進補的時候 所以除了吃當令的食材之外 我們要多吃點養陰潤醋的食物 有四點要注意的 可以選擇的 第一是白色的食物 因為根據五行的理論 秋天就是要潤肺 而肺是五臟之中 對應的顏色就是白色 所以多吃點白色的食物 可以預防緩解秋冬相肺的症狀 這些食物有銀耳 杏仁、淮山、水果方面有 雪梨、蘋果 第二樣選擇就是養陰潤肺的食物 根據藥食和圓的理論 我們吃點金潤入肺經的食材 好像沙森、墨東就是 第三要選擇酸味的食物 為什麼呢? 因為中醫的理論認為 酸、金就化陰 酸味的食物再配上金潤的食物 可以化身為陰液 可以滋養我們的身體 五味子就是一個好食材 第四點要注意就是補充水分 我們應該結合我們身體的狀況和需求 再配合生活作息的時間 分散在不同時段來喝水 建議清晨 空腹喝一杯溫的開水 有好好的清潔肝膽 足盡排泄 防止便秘 稀息血液的濃度 還可以增強抗寒能的效果 而晚上臨睡前一小時 可以喝半杯水 這樣可以補充因為呼吸時被帶走的水分 這樣就可以減輕口乾泄醋的症狀 至於那幾樣食材 雪耳、淮山、杏仁、沙森、墨東、五味子 就是一個最好的這段時間的養生食材 希望大家在這個季節轉變的時候 沒那麼容易感冒 以及不會那麼容易廢醋喉乾泄醋 多謝你們收聽